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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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DTV的大家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小安 哈囉大家好 我是妮可 恭喜你們 做一個新的政府隊長 新的經濟的還是怎麼樣 緊張多一點 很開心 我們先來問一下那個 金美光上任的副隊長好了 其實我緊張比較多 然後 但還是很開心 就是 球團跟經紀人乖姊給我這個機會 嗯 對 那我也會 好好加油的 嗯 然後因為其實我好像當 蠻多任了 對 不過就是今年 因為人數變多嘛 所以其實應該說 我也很期待就是說 副隊長在今年 他可以協助我 然後一起把這個團隊帶得更好 嗯 請問一下 對請有沒有 是傳授你們的一些 撇步 撇步 對 就比如說要怎麼樣 要帶大家更好 或是說 比如說我們拍子 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這樣 喔舞蹈方面的話 對 就是當下如果我們每一次有發現哪邊不對的話 就是當下立即修正 因為這才不會導致後面就是可能 有的人有聽過這個拍子改了 但有的人沒有聽過 然後就會混亂 其實我覺得 呃 帶領這麼多的女孩 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覺得大家 呃 你要一視同仁 然後很公平 嗯 那我覺得當下有一些情緒啊 或是你覺得說 欸動作上發生一些 呃可能矛盾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在當下解決 嗯 對因為我覺得 當你把那個情緒 留到明天的時候 大家會產生一些像 怎麼辦他是不是討厭我 怎麼辦我是不是怎麼樣 他是不是生氣了 對所以我覺得情緒這種東西 就是當下解決 大家把話講開 其實我覺得會是在團隊最好的方式 其實我們今年光開季 我們應該加上籃球 應該就練了六支舞蹈友 蠻多的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 今年大家在舞蹈的部分 坦白說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啦 大家進步蠻多的 嗯 然後呢在這個課 就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大家對於自己 想要把這件事情做好的 這個向心力 其實我覺得是比去年 我覺得更好的 嗯 然後尤其是上課的那個專注力 因為大家知道說 你有很多事情得做 然後加上人又這麼多 所以其實大家專注力只要集中 其實我覺得他出來的成果 都是很棒的 對 那就真的在開季前 我們花了真的非常多的時間 非常多的時間 嗯 對就是也希望說在今年 因為我們要到大巨蛋嘛 對啊 所以就也希望大家在大巨蛋 可以看到更不一樣的我們 然後也把更可能 呃 比如說我們 我們今年還有比較特別是 我們把很多動作都加大 嗯 然後包括力道啊什麼 因為大巨蛋又可能場地又更大 又更不一樣 嗯 所以其實大家對於大巨蛋也好 或是說我們原本的這個組場也好 其實大家就真的 滿懷著期待啊 加上我們今年非常多的隊友 對 所以就 很期待可以趕快跟大家見面 對 我覺得情額耶 情額 嗯 我覺得情額 就是從之前我看他跳舞 有的時候有一些動作比較深色一點 嗯 嗯 到現在我覺得他跟老師的動作都跟的 比以前還要快很多 嗯 所以我覺得他進步蠻多的 嗯 嗯 我自己喔 嗯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雲二耶 嗯 因為雲二是我們 因為我算是第 呃 第四屆的學姐嘛 所以我其實看到後面進來的學妹 我覺得雲二一開始進來 他就是比較安靜 嗯 然後也比較可能 不會多說什麼話 但因為他近年來其實 大家有看到他在 可能像電視上面也好啊 或是球隊上面 其實他不管粉絲變多也好 或是說 在電視上面表現越來越好 其實我覺得他 不僅把自己用好以外 其實他現在也會帶著 對上的人說 我們現在要來做什麼 雖然他有時候還是調皮搗蛋 我還是有點生氣啦 因為不要再鬧 小聲一點 對 但是就是因為他啊 很可愛 所以其實他 像我 因為我可能會比較 嚴肅一點 大家現在不可以再鬧了 因為我就會說 小安要生氣了 大家不要再鬧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他這樣子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溝通 然後一定要有一個半 黑臉一個半白臉 對 所以就覺得 也滿欣慰有他的存在 對 希望妮可今年可以 換你半黑臉我半白臉 我會盡全力 你有生氣過嗎 有 我一定有 我真的有生氣過 就 但我 但是我生氣 大家就知道我生氣了 對 大家就會全部安靜 因為我平常不太會生氣 但只要我生氣 我就會說 大家不要再鬧了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要怎麼樣 對 對 所以那誰是女孩 或是之間的開心 是真的嗎 雲二其實就是 雲二 對 雲二 對 那誰又是團體兼職的 小迷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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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君白吧 她是我們全部公認 沒有 其實我覺得妮可 也是小迷糊 我覺得我今年完蛋了 沒有 沒有 我是君白 沒有 我覺得是妮可 沒有 我覺得是妮可 沒有 好 他們兩個迷糊的比較 方向比較不一樣 我是生活上的 她也是生活上的 所以妳要不要緊張 對 對啊 妳真的很迷糊 我就是 對不對 她就是長得 不迷糊 但是其實本人很迷糊 就是生活上一些琐事 我覺得我比較 比較 比較笨一點 所以我被公認 就是 PS前三笨的 結果 今年變部隊長 所以我滿為這個團體擔憂的 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但是沒有啦 像妮可她真的是 坦白說她可能真的 生活上比較迷糊 但是她在舞蹈上 真的是 會很用心的去做這件事 那我就坦白講 像剛剛就是走出來 我們剛剛明明就講 跟君白講說 要先往左邊走 然後擺一個姿勢 往右邊走 她就不知道出來 她還在想什麼 她就往右邊走 擺一個姿勢 然後我們全部都說 怎麼辦 現在是 發生什麼事 反正就很可愛 就有時候她的 因為君白的臉 也不是會讓你覺得 她會迷糊的臉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 哇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對 可能如果 告訴你哪一個主人 會像媽媽一樣 會照顧她 她的琴兒 琴兒其實也是 我覺得 就是我們的PS的媽媽 第二個媽媽 除了乖姊以外的 第二個媽媽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會盡我們的可能 包括說 可能乖姊不在 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我們要怎麼樣 帶動隊友 然後怎麼保護他們 那我們怎麼樣 可以爭取我們 像比如說我們去表演 過年的那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就會爭取說 可不可以讓我們 再多走一點位 或是說 現在沒有人在走 我們能不能去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就除了我們 對外 就是我們有 乖姊的保護我們 但是乖姊很忙的時候 就是我們 對內的話就是可能 我會覺得我們 隊長的部分 我需要站出來 來照顧大家 這樣子 對 你說感性喔 就其實我剛剛在台上有 因為我知道我們 因為我覺得我一哭 就一發不可收拾 因為我跟佩奇又是同一 借一起進來的 對啊 所以其實剛剛 在台上 看著她的感受 就是真的 對 滿 滿捨不得 但是又滿祝福她的 對啊 所以就 我覺得應該感性 我覺得一定會啦 對啊 就是不管今天任何一個 今天不管那個台上 那個位置現在是換成誰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 我覺得除了以外 你們大家應該都滿感性的 我們剛剛哭爆啊 其實我覺得我們 是一個感性的團隊啦 對 大家都會哭這樣 當然就是可能有時候 在比較關鍵的比賽的時候 就會覺得 甚至會激動到落淚 或是自己也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 比完賽之後我們回到休息室 就是我們大家就會互相鼓勵 反正就是今天就這樣子過了 那明天繼續加油就好 因為我們的工作 也是要帶給觀眾 跟台下的球迷們 就是振奮的那種精神 所以我們不可以在台上的時候 就是顯示出 我們很內心的那種表現 對 所以我們都是私底下 就可能回到休息室 下班之後互相鼓勵 對 然後其實我覺得 有一場比賽一定會有輸 會有贏 對 那我常常跟 包括我的隊友也好 或是跟 其實像我們每個人都有直播 在直播當中 其實我也常常會分享 其實 當你有低潮的時候 才會有高潮 當你所有的比賽 它是很平 所有的人生就是很平的時候 你會發現不了 哇 那種贏的感覺 或是輸的 我覺得哭泣也是一個成長 那勝利也是一個成長 對 所以我 不管是我的隊友好 或是說 可能球迷們也好 或是說 可能甚至我們很辛苦的 球員們也好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於 比賽當然 我們要盡可能的 去獲得這個勝利 但是當我們真的 沒有做得這麼好的時候 就也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就一定要常常鼓勵自己 然後當我們在幫自己加油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 有更多的餘力去幫別人加油 對 所以如果說 可能球迷們覺得很難過的時候 我們就在台上 就是要發揮我們 更大的熱情跟笑容 然後把最開心的一面帶給你們 這樣你們才會有成長的動力 前進的動力這樣子 對 當然就是今年新的一年嘛 然後不管去年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今年就是一起努力 然後拿下總冠軍 對 然後我覺得 其實在整個 應該說球場也好 其實我覺得最辛苦的 就是除了 整個球隊啊 工作人員以外 就 我覺得他們真的非常的 辛苦 對 真的就是很辛苦 不管像可能之前還沒有大劇 但可能真的風吹就是在雨裡 然後球場濕了他要趕快再撲 然後散 跑來跑去來回 太辛苦了 所以我就 當然第一點我就希望我們今年 所有的球隊包括工作人員 大家都身體健康 不要再有人受傷拜託 對 我們一定有好的健康 才有辦法完成這場比賽 那對我的隊友們 我覺得也是一樣的 就我覺得大家身體一定要是好的 好的時候我們才有辦法 一起完成更多的夢想 所以希望我們今年大家 一起創造更美好的回憶 加油 你一個 好 用你迷糊 小迷糊的方式跟他來講 好 各位球迷朋友 歡迎大家今年多多進場 不管是洲際幫球場 還是台北大巨蛋 都一起來跟我們一緣喔 等你們 我們來看 可以玩嗎 很久不見 имости 我們看 也要不要 可怕 你看